针研第三章第27节 你手要有行善的力量 帮我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但是在当时来说 实在太真了 那个感觉是实在太真了 当我听完之后 我还起床搞了一些东西 我才省在地上睡觉 但是由那次之后 就如我所说 在多人多很多事情就为我发生了 开始过目帮忙 开始身体的病痊愈 但是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最有趣的是那件事发生了之后 没有多少天 就发生了另一件事 因为总之 神叫我这样睡就要睡 但是问题 就算我感觉到 觉得可以不用睡了 我都不会做的 因为免得是 就是我自己的肉体血气 觉得 可以了 你睡回床了 总之我就想着 一直睡地上睡这么久 怎么知道 过了几天之后 很有趣的 有一次就住在楼上 另一个已经是在做工的一个文员 因为我们的门 全家屋的门 全部是没有门的 没有上门的 那他晚上走过来找我 我已经睡在地上了 那他走过来找我 看着他呆了 他看着我睡在地上呆了 那我问他什么事 我回答了他之后 就发觉 那我这样睡在地上 免得他以为我好像包祝婆的儿子 那样精神分裂 最后 就真的按着我有的感动 其实就已经不用睡了 即是不用睡地下了 我睡回上床 那我才睡回上床 但是 就在这件事 这件事这么震撼 心弦的这件事 我是带着这个概念 不断在我思想当中去嘴咀 而重回温哥幻 所以当时 我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就是 我要尽快回香港 因为那次的哭 他们那种哭 那种的凄惨 那种凄凉 我一定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后来 我有讲给赵仲权牧师 当时 事实上 我当时不知道究竟是怎样 但总之我知道 就是说 里面是神给了我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神迹来的 但是可能 我当然有很多解释 当时因为 始终还小 我想可能就是 如果我不回香港 可能我会死在加拿大 OK 导致他们很伤心 很多人都在我桑梨里哭 又或者因为一些意外 我死了 导致他们有这些的事 但是总之我知道 在当时听这些声音的时候 我知道我一定要尽快 一有机会回香港 我一定要回香港 这个就是那八个月 还未知道 家里的消息 要我回香港的时候 我带着这个概念 去学习的 所以变成 在当第二个学期的时候 当这个叫做阿欣的 这个小孩 没有住在这个 哲牧师家里的时候 我就顺理成章 多了在那里去住了 而就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很多无理的事情 还有很多很明显 一定要解决的 因为我说当时的教会 只有二十多三十人而已 就是有多难啊 是不是 如果这样也解决不了 我都真的 必有资格叫我们自己 在教会当中 负责百多二百人加罪 那些加罪负责 做好的榜样 是不是 当然了 我自己做成千人教 我都做得到 没理由 就是二十多三十人 都不行 但是问题就是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因为有一个 这么重要的原则 第一 所以变成我 成为晚辈 第一 去帮这间教会 第二 最重要的就是 反而 在我的思想当中 我是没有 去看他们 不好的东西 或者错的东西 因为 其实第一 对我又没有帮助 对他又没有帮助 对我 去帮他的这一份心 只会削弱 不会增加 所以那时候 我完全不看 给他所有的这些问题 他是牧师 我就会完全站在他那边 但我站在那边 不是用 助纣为弱的方式 事实上 到现在来说 我都觉得 当时不是助纣为弱 因为 原来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发觉 比他更加耐弱的牧师 多的事 还有 简直可以说 更差的 丧尽天良 也有 只不过 他被人称为牧师 所以到现在来说 我都觉得 在我所见的牧师当中 如果我所认识的 中国人的牧师 我自己 个人所认识的 看书不算 我觉得他一定是 前十名里面 最凭良心做事的牧师之一 一定是 可以说 就算有这样的牧师 很多基督徒都 真的不说得了 因为起码 他肯学的话 会有一个榜样 但圣经里面 不单止叫我们 做好自己 就是我们要牧羊羊羊 这个就是后话 但当时我也是因为 带着这个目标 所以变成我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他缺点 我完全都不会理会 我尽力去帮他 而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发觉是一个 绝对正确的做法 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 我将来会见到 这间教会大得这么重要 而我一定要学会很多的东西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有一间这样的教会 是才是最好 导致我有一个反面教育 去理解教会 假如可以这么复杂 并且这么复杂当中 就算有这么多人 以为是有利用价值的 这些背份 搭肩膊 又或者很多这些 所谓人的feelial方法 建立教会 原来都是不行的 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目标 所以我尽量学了所有的优点 而我发觉 她很多的优点 是很类似我的 但还要比我好很多 例如举个例子 我见到Helen夫妇和Biel夫妇 是可以说是很努力的 去祝福我的 就如我所说 我未过多伦多之前的16个月 我根本每一次 上教会他们都聘用我的 他们上班的话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他们上班的时间 他宁愿就交下个儿子 然后就安排了一些东西 来接我的 总之无论如何 他们接不到 他都会找人代他们来接我的 我已经觉得非常好人了 但问题接着 我见到赵仲权牧师还好人 他很好人 这个也是他那种善良 那种肯付出的程度 令我觉得 如果标准上面 他不拿稳 当然我不是意思说 拿得强硬到好像成功展 但问题起码 他应该要拿稳一些标准 他不拿稳 没所谓 但是他优点那些 我一定要学 因为他愿意为人牺牲 他愿意为人付出 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 他其实没错 他的生命当中最主要被推动 都是因为他被否定的灵 推动他一生 但问题除此之外 其他很多东西 都是典型可以成为我的榜样 就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 为人为到底那种榜样 所以当时他认识他的时候 在这一点当中 我尝试去分析 他能够为人做到哪个程度 我都会在那样东西学习 他怎样跟人聊天的时候 使人觉得他舒服 使人觉得他很接纳对方 这些技巧在那段时间 都很跟随学习 甚至连港导的风格 都照着他 所以大家会留意到 我早年的港导的风格 即港导那种款式 那种讲话话 头一年是很刺激的 但是后来慢慢回来香港 一年之后就慢慢演变 慢慢见基神 所比我值着其他很多的港导 其他很多这些港导带 其他的牧师 因为要讲的题目越来越阔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港导模式 但早年我连港导模式 都是跟他学习的 原因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讲话 又不够气 又不会认识到很有哭音的那种人 因为就算想扮 可能神创造我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扮到 没有办法扮到 那些大牧师的讲话法 但是问题呢 照重原牧师也是这样的 他就不是说那些 讲话说得像大牧师那样 所以变成他那种港导法 我就最能够接近得到 学得到 所以那段时间可以说 我住在家的时候 接触的弟兄姐妹更加多 其中一个当时接触的 开始越来越多 就是Ed 牧师 现在我们称为牧师 当时是Ed 弟兄 Ed 弟兄其实是一个 可以说很特别的存在 为什么很特别的存在呢 其实在当时我们平上徒的心目中 其实肯定Ed 无论他在真理的认识 无论他在信仰的见证榜样 是超越 远远抛离 照重原牧师很多很多 一来他在那里长大 虽然他只是回了一间教会的年份 不是长我很多 因为原因是他直成一番 就是他们的西人那边 而他认识那些 很多都是很资深的 这些第五姊妹 本身她的背景更特别 就是她姐姐本身 也有基督徒叫做Faith 信心的Faith Faith的存法 而她姐姐不单是基督徒 并且可以说是卖 Word of Faith的书 很多人不知道Word of Faith的书 或者是什么 即是Canerhagen Cator Copeland Bob Yandian 所有说信心的书 Robert Arden Smeet Wigworth Bob Tilton 很多这些书都是 藉着Word of Faith的组织 她姐姐就直接搞过这样的书室 所以变成了 在她来说 她一信了主 她可以说 又是类似我 是破苦尋舟 义无反顾地去信 因为她当时是吸毒 因为吸毒 而导致她自杀 自杀就去了医院 在医院的时候 别人带了去信主 她一信了主 就放弃了所有这些东西 当时连她自己看的很多漫画书 什么都全部都放弃了 她放弃了漫画书当中 所有的漫画书都有 我说蜘蛛盒都有 Superman也有 但为什么我特别提蜘蛛盒呢 因为当时她很早年 几十年前开始看 所以她由第一本 很新正的已经存起了 你知不知当时她一信了主 就全部都放弃了 OK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现在 蜘蛛盒 当时她拥有的蜘蛛盒 漫画的第一集 是值五十万美金以上 但她全都放弃了 蜘蛛盒是其中一个 孖虎盒出了很多漫画 她全部都放弃了 其实如果她当时没有放弃 现在她已经是 都不知道几千万美金的富翁 她当时就是这么无反顾 OK 都真是很值得背伏 真是心寒 她当时就用了钱去买书 看很多书 她亦实上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当时 因为西人教会那边 已经开始瓦解 Ed 弟兄常常都会回来 聊聊天 会来到聚会 她对我和绿豆 就是我们 玉珍和我一起在八六年世界博览会 过去的时候更加熟 她 但是每个人都很尊重 Ed 她对我和我们夫妇 想起了几分大马 玉珍过去的时候 她也很祝福我们 她的 真言第三章 第二十七节 me 持继续 持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